原标题,汤恩伯把他比喻汉江黎广,抗战八年转战全国,而蒋介石对他评价很高在八年抗战中,国军将领中出的名将真是太多了。 如今天,小熊要给大家借王仲廉将军在八年抗中,靠自己势力打出抗战名将威名,而且汤恩伯把他比喻汉江黎广,在抗战八年,他转战全国各大战场,而且蒋介石对评价很高,说他所带部队始终是总指挥部直接控制的,哪里吃紧就往哪里掉的机动部队。 王仲廉江苏徐州人,他毕业于黄埔一期,在国军中与王敬九,王家修并称徐州三王,这三人都国军高级将领。 从军校毕业后的王仲廉经历东征,北伐战役,中原战役,他从一名战士升迁到团长,赛的里旅长,可以说是战功赫赫。 后又跟随汤恩伯参加评判福建士兵,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共事。 在这次评判中,王仲廉在战场上表现出色,由勇有谋,哼得汤恩伯欣赏。 1936年2月,日本人想在随远城,立委政军,他们辅助的对象是蒙古德王,作为华北第七军团副作义主动出击,这也是著名的随远抗战。 这时,汤恩伯让王仲廉出兵援助副作义,一起战随运日军,可以说随远战役,也有王仲廉将军一帮功劳。 1936年2月,日本人想在随远城,立委政军,他们辅助的对象是蒙古德王,作为华北第七军团副作义主动出击,这也是著名的随远抗战。 这时,汤恩伯让王仲廉出兵援助副作义,一起战随运日军,可以说随运战役,也有王仲廉将军一帮功劳。 10月,王仲廉又奉命驰援太原,可惜两个多月的太原战役,还是以我军失败而告终。 在不久后,汤恩伯13军扩编为第20军团,下辖13军,52军军长是大名鼎鼎的关林争,也是一位抗战硬汉,还有就是王仲廉的85军。 转战多个战场的王仲廉,在接下来的台儿装战役立大功,因此还获得青天白日薛章一帷。 在此战,他奉命在守一线祖基敌。 军面对强大日军王仲廉对手下将领说,正面与日军对战肯定持夸。 在众人商量下,王仲廉采用夜席战术,并派出精兵强将,一夜之间85军攻占九山,将日军歼灭。 随后,一时批线以北,组织阵地防御,在台儿装大劫后,王仲廉以战功获青天白日薛章。 而作为王仲廉的上司汤恩伯,把他比喻汉江李广。 有一首诗,但是龙城飞将在,不叫胡马杜音山,而这飞将有说是指李广,还有说是卫星众说纷纭。 从这也能看王仲廉将军勇猛。 在之后的战场,王仲廉又转全国各战场,如隋藻会战,藻一会战,玉南会战,玉香桂会战,玉西俄北大捷等战役,他也从85军军长,升级到第19集团军总司令等等职务。 在抗战八年王仲廉转战全国,就连蒋介石对他评价也很高,说他所带部队,始终是总指挥部直接控制的,哪里吃饮就往哪里掉的机动部队,相当于说他是战场上的救火队长。 这可,能是对王仲廉最好的评价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